三名男子聚集在大街上 最右邊的就是天道盟 太陽會長李建雅 只見他突然從身後拔出手槍 囂張的對空鳴槍 另一個鏡頭 他坐在被害人家門外 對著天花板連開好幾槍 接著一群人走進屋內 他又繼續開了一槍 行徑囂張 無法無天 等一下 你開著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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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著 逮捕了還不斷大喊 他拿的是假槍 天道盟太陽會會長李建雅 在二零一一年時 帶小弟找一名了性男子討債 而且多次對空開槍示威 日前警方接獲線報 鎖定嫌犯就是他 依違反組織犯罪條例 槍砲彈藥導卸管制條例 將他逮捕 監視錄影器拍得相當的一個明確 被害人當時因為太害怕 不敢報案 但李建雅毫不避諱的 在監視器前面連開那麼多槍 目無法器的行徑 最終還是法往難逃 記者朱定榮 基隆採訪報導